違證跟洗錢差多少 其實 我老實說律師去把我答辯價錢差多少 洗錢的部分本來就是很複雜 違證罪的話很簡單就是你幾句話 不對 前後對一對 然後是不是案情重要的事情 價錢差十倍 還有你的說法能不能夠再去 婉轉的去說明說我當時的說法 本意是如何 文憲 人可以這樣解讀嗎 那時候就沒事情 現在就有事情 就是你要給他有事情 他就有事情 這不是追殺這是什麼 這不是追殺 可是的確是這個過程 特徵組原來就想換過陳志忠 跟換過陳志忠 他們辦案的方法基本上 並不是說全家要讓他們進來 他們也認為會被認為追殺 所以他原來設計 可是這個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這個罪就是這麼多 那你一定你是陳水扁跟吳樹丁 各分50公斤走就這樣 大家就醉全部扛走了 可是他們兩個不扛 那就剩下怎麼辦 總不能叫老天扛 總不能叫我們扛 那這些 那就現在就重新分配 就分配給陳志忠 分配給陳志忠 整個結構 比如說陳志忠 在大家的觀感上面 第一 這麼多的海外洗錢的文件裡頭 都有他的名字 他都是受益人 然後整理一下他的財產 兩三億 他才出來做事做多久 問他你這些錢從哪裡來 他說我爸選舉決議款 這不叫偽證叫什麼 選舉決議款 這個法官都不相信 所以這個他會被辦偽證 這是很基本的 起跳 那也就是說你已經 扁家你在處理這個案子 再加上陳水扁 丟出事不宜沒有 都沒有要選人 那罪行法定主義 就是有這麼多罪 一定要大家 有人認 陳水扁不認 就是你兒女認 這個很公平 所以這個不叫追殺 這叫做 這些罪就這麼多 你們家誰去分配 原來是全部 陳水扁不認就是他兒女認 這怎麼會通 怎麼不通呢 這我來講 本來有三個案子 那個陳志忠是涉嫌的 我講完一下 陳水扁不認 你現在就讓他兒女認 怎麼會通 是說你看不過去 兒女要扛這些 你最後回頭要你認 是這樣嗎 不 他們當然是換疫聯絡 行為分擔 本來都老爸做的 不然以前都沒兒子嗎 對 陳水扁如果都不認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cover你們兒子 就是說那個 吳淑貞的那個就沒有辦法了 吳淑貞說 他們都不知道 都我做的 都是我 陳水扁說 我們一起的 兩個就把所有的罪領走了 他不認了以後 那個錢跑出去了 那就變成是 陳志忠自己洗錢洗出去了 那個陳信瑜的錢 不法所得 變成是他有關 所以我的意思說 做法律的操作來講 是不是以後 我們也可以這樣解讀說 所以是 所以逼兒 就是讓兒女定罪 是逼老子認罪嘛 不是 美人我幫慶紅解釋一下 也可以這麼說 是說 本來全家都要辦 包括陳信瑜 都應該辦 是不是涉嫌國務交費 是不是涉嫌洗錢 是不是涉嫌內線交易 就是所謂那個炒股案 可是當時候 特政主有意要放過他們 放過哪兩個 一個是陳志忠黃瑞敬 一個是陳信瑜 所以陳志忠有認罪協商 如果你配合的話 你母親也配合的話 就沒有事 就配胃燒 錢還不寄回來 對啊 你的公司密被凍結 真的是這樣嗎 他哥哥 他弟弟 他弟弟也不把錢匯回來 也沒有誠實 他媽媽也不誠實 然後陳志忠在那邊搞抗爭 那就是本來應該辦的 我之前我是放過他們了 結果後來我現在 你要出國 你出國就不會回來了 那我還不動手 所以我就用一個偽證罪 現在俊耀講那個 的確有兩個情形 一個你用偽證罪來交代交代 敷衍兩句 敷衍一下 另外一個是說 洗錢案的本身 國務費的本身 或是炒股案的本身 他沒有直接證據 他還沒有收攏齊全 所以現在的情況 他馬上7月就要出去了 他4月中就在辦 如果讓他出去 變黃芳燕第二了 所以就在這種急迫的情況之下 而且那個陳熟明要保官位 因為他多重壓力 監察院也要辦他 現在有一個退場機制 也要用法律讓他退場 那我壓力大了 我不向社會交代一下 我就不保了 所以他原先是要放過他的 後來先用個偽證罪來卡他 那下面我們就整個 三部曲就清楚了 他本來列偽證罪的時候 我們就說一定會禁管 他現在會列禁管的時候 我們就說以後起訴 如果有 我剛剛講那幾個案子 他一定會被限制出境的 那現在只停留在這種 禁管這個階段 這個一般人來講 如果一個集團 或是一個組織犯罪 犯罪的又一定要有人出來頂 為什麼小弟要幫大哥頂罪 小弟如果全部都認的話 那可能大哥這些人都沒有事情 那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阿扁都不認 就像憲宏哥講的一樣 你阿扁不認 吳淑貞也不認 錢又出去 錢又出去了 又送到陳志忠跟陳迅宇這邊 那很明顯的 你們兩個都不承認說 你們所作所為的話 那很明顯的 就變成陳志忠跟陳迅宇 兩個人都有做這件事情 那假如說 那假如說 在救官司打官司的技巧 如果說陳志忠跟陳 陳水扁跟吳淑貞夫婦 他們兩個人全部都扛起來的話 那很可能就是說 那這一部分 你兒子跟你女兒這個部分 就可以 不能說完全沒罪 就可以輕輕的放過去 你知道嗎 那你現在就變成說 你爸爸媽媽都不認 那你變成下面的人要弄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兩個人騎一台張車 被逮到了 那前面的人說是我偷的 他不知道 是我偷來以後跑去載他 我們在路上東風抓到了 後面有沒有罪 有沒事 最怕的是 前面兩個人騎一張車 騎的人說 這車不是我偷的 後面人子被載的也說 不是我偷的 請問警察怎麼辦 兩個人一起偷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清楚吧 所以 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 我現在補充一下 光琴剛剛講那個什麼證據 有沒有兜攏的問題 還沒有兜攏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已經這麼久了 房子在你名下 你的戶頭裡面 然後你當年操虎 你現在都說我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可以把什麼事情都推掉嗎 剛剛馬律師講那個例子真好 你說一般平民老百姓 這兩個人全部都抓起來 還有還怕你們串陣 兩個都收藥 可是我們的陳志忠 我們的陳信宇 兩個拾拾拾就算了 那我問你 為什麼他是說 他這個瑞士的錢凍結 會不會回來 是事實嗎 為什麼很多人講說 是可以回來 沒有 關鍵是說 陳志忠為什麼錢不能回來 但是他後來說有技術性問題 因為那是一個紙杖公司 可是特徵組後來發現說 你陳志忠 你只要用那個寶倉 他所謂的那個紙杖公司 你是開戶人 我開戶人要5.7會回來 他就會不會回來 代表什麼 代表陳志忠 他沒有按照他的認罪協商 去真的去做 而且他那時候 他腦袋是 他腦袋是裝豆腐 拿錢換命 所以他就是 又要錢又要命 他就要錢 然後陳志忠出去 你怎麼知道 他不會代為處理那些錢 你知道嗎 就問題就出在這裡 要錢 要命 菜家 你怎麼知道說 他們之前跟陳聰明 或跟誰的交換 沒有交換 講好的 講好的就是說 到時候我錢跟命 都可以保得住 你怎麼知道不是這樣 所以他認為說 現在合約應該還在 因為就特徵組的角度來講 錢不會來 會不回來 不是我特徵組要負的責任 是你該負的責任 你不要跟我講理由 對 你怎麼都說凍結 還是你陳志忠要去解決 你要拿出證明文件 縱然今天是因為海外 把你凍結掉 我只要沒有收到這筆款項 我就體會不出你的誠意 認罪協商就沒有辦法啟動 你說凍結會不回來 那他剛剛 認罪協商幹嘛要提說 他可以會回來 這就有問題 等於是 對我們 對公務員的體系來講的話 你的條件達成 我就可以做我後面的承諾 你就呼籠 你沒有達成的話 你的意思 這很危險 你的意思說他老子的命 不值那五億七 五點七億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那個沒有命 那個沒有命的問題 他們怎麼樣也不會被判死刑 我如果去蹲個幾年 五年八年之後 幾百億幾千億你怎麼知道 如果是我的話我寧願去關 講明德 如果是我的話我寧願去關 如果我去關完之後回來 可以有這麼多錢 誰不去關 有氣負 1 2 3